18号晚间花莲发生5.8以及6.2规模的强震 中央气象局表示正央位置在寿风乡水莲村附近 后续水莲国小教职员发现校内的球场出现裂缝 水塔倒塌等情况 索性无人伤亡 校方也立即通报教育处 希望能够尽快修好损害的地方 4月18号晚间花莲地区发生两波的浅层地震 虽然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但是正央就在寿风乡水莲村的附近 民众回忆当时也余悸有存 现在目前因为地震而造成的一些损害 我觉得会影响到孩子们 他们可能在行径玩乐当中 也许会发生一点意外 所以我们真的蛮希望有关单位 可以尽速来修复这些 因为地震而损坏的地方 可以看到篮球场地面以及宿舍前 踏街都有军列的情况 而校方也在第一时间进行校安的通报 校长表示粗估才损至少十几万元以上 一早来之后发现到就是校长宿舍 上面的水塔它是倾倒的 脚架部分是损毁的 所以整个水都漏出来这样子 那在校园的马路上面 还有篮球场 还有部分的墙壁上都有裂痕 以及物品倾倒的状况 损毁的情况 然后汇集起来之后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通报了校安通报 截至今天为止 依据学校的校安通报 那目前总共有27个学校提报灾损 那灾损的主要多数是学校提报 它天花板或者是吊灯 或者部分教室的玻璃窗 有军列的情况 多数都是这样 那比较严重的部分 有少数的学校提报地面军列 或者是球场的地面军列 或者是水塔有倒塌 或者水管有断裂的情况 目前是请各校尽速去找厂商先进行估价 那我们本府的部分会在近期就安排线刊 那等实际了解实际的受灾情况之后呢 本府会以抢修抢选的经费 或者跟教育部争取相关的经费 协助学校进行后续的复建 华林圈政府表示 目前已经通报灾损的学校 先找厂商进行估价 近期将安排线刊 待实际了解情况之后 依照灾害抢险抢修要点 协助校方进行部件工作 而在地居民也希望能够早日完成修建 维护学童、校园安全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